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是本门的佛陀 一个是基门的佛陀 那么这个本门的佛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切诸佛功德的根本 佛陀所有的功德 它是有一个根本的 就是佛陀的法身报神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凡夫的修学 从明治位到外凡的武品光恨位 到内凡的六根亲近位 那么到内凡亲近位的时候 在极境的心中突然间一念着相忆 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第一道的光明出现 就是入了大乘的剑道位 破无名正法身 那么法身出现 当然就有报神 就有硬化神 三生剧主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了 本门是因法身报神案例的 而事实上 从严教的出著 十住 十行 十回向等觉妙诀 有四十二匹的法身 地地圆满 地地光明 那到底是缘哪一瓶呢 这倒是说 按照《法华经》里面的内容 这个本门是第一瓶的法身 就是你一个凡夫 出正法身的那个时候 叫做本门 因为你这个法身是 一得以后 一得永得 它不可能撕掉 那只是说后面是怎么样 地地圆满而已嘛 就像初一的月亮 跟十五的月亮 本质 光明的本质是相同的 差别只是它的亮度不同 所以 当释迦牟尼佛 从一个真实的凡夫位 透过内凡外凡的加行以后 那么第一道法身出现的时候 这个就是本门的出现 而他那一期的本门 所出现的硬化身 所教育的地址 叫做本门地址 就是从地永出品的当地众 就是释迦牟尼佛 真正意义的成佛就是 那一次是真实的 后面全部都是视线 后面的他到东方世界 到说佛世界 到哪一个世界 视线八项成道 其实都是视线 他早就成佛了 所以说 这个人成佛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第一次出现法身的时候 他叫做成佛 因为他三生俱组了 所以我们在学法华经 你要进入如来收尼比之前 先弄清楚 什么叫做本门佛 就是出正法身的那一次 那一刹螺 就是本门佛 那什么是基本佛呢 就是你有本门以后 从今以后 你就可以怎么样 燕印千疆 百戒作佛 你燕印到哪里去都可以 你只要发愿 然后去修取波罗蜜 去成熟众生 庄严净土 只要你有净土 第二个 你有人跟随你 你就可以成就一个八向神道的佛陀 这个就是基门的佛陀 按照释迦摩尼佛的这一次呢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出现 就是基门佛 那么这两个佛对我们凡夫来说 都很重要 各有各的重点 本门佛 它的重点在于功德色受 基门佛的重点在于现身说法 我们以净土宗做例子好 一个净土宗的人 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认知 要有本门的阿弥陀佛 跟基门阿弥陀佛的认知 比方说你平常在佛堂里面念佛 你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不可能现前 阿弥陀佛的现前是 世人灵命中始 但是你阿弥陀佛没有现前 不表示阿弥陀佛没有加持你 他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所以欧异大师说 欧异大师在弥陀要点上说 你在佛堂默默的练佛 其实你已经在积累往生的一种功德 就是你不要以为 极乐世界的莲花是临终才出现 它是你平常每一句的意否练佛当中 练练成就 因为你跟法身感应到较了 法身的功德是常驻的 他们有时空的障碍 只要你把善根准备好 那么进主中的善根是什么 意否练佛 他就跟你感应到较了 当然你也不可以止理废事 说我平常有练佛就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还是得求往生 因为欧异大师说 你要能够往生 你才能够门阿弥陀佛 长期的教化 我们一个凡夫要成就智慧 不是短时间的感应就可以解决了 你一定要跟佛陀同时生长在同一个时空 他给你教化 你有问题请教他 所以欧异大师说 我们不能止理废事 虽然我们义佛念佛 跟弥陀的法身功德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毕竟就感应到交 但是如果你没有往生 你现实状态 说佛世界就是没有应生佛出事 所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才可以跟阿弥陀佛 同一个时空 同一个环境 然后慢慢地成长 所以说对我们凡夫来说 本门它的好处是随时都在 基门就是现身说法 所以这两个对我们都很重要 好 那么前面的十四品 我们讲完的基门的 释迦牟陀佛这一代的现身说法 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会前处使 建立一佛称的思想 那么这以下正式地讲到本门的功德 那么佛多讲本门的功德 他的一个内涵 并没有直接地说出自己 是怎么样成佛的 没有讲 而是呢 甲介他的本门弟子 就从地涌出 住在空中 那么这家本门弟子出现的时候 有两个特点 第一的 功德具足 我们前面看到 这个本门弟子出现的时候是大神通 大智慧 大福德庄严 那都是久修的法身菩萨 第二点 这些本门弟子呢 这种大功德庄严的弟子啊 对释迦摩尼佛是 事与私利 用师长的态度呢 去恭敬释迦摩尼佛 这表示说 这些本门弟子 跟释迦摩尼佛 是有私生关系的 所以 一方面功德庄严 一方面私与私利 也就引起了释迦摩尼佛 这一起教化金门弟子的疑惑了 就是这个大功德庄严 到底跟释迦摩尼佛 过去是接下什么一言 由这当作一个发起序 好 我们看弥勒菩萨呢 代表大座提出一问 那么一问一问 有两段 先看释迦摩尼佛的一问 后面再讲到 他土菩萨的一问 释迦摩尼佛呢 就是指的 释迦摩尼佛印化以后啊 这些菩萨当然不是 其实 真正释迦摩尼佛基门的弟子啊 是僧文座 就是这一题的 这些摄利佛 目见的尊者 从一个生死凡夫 外道 开始学佛 到争斗阿罗汉 那么这些弥勒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早就是菩萨了 他们是来亲近 释迦摩尼佛的印身佛 所以也算是 雌土的 这个 基本地子 那么弥勒菩萨就代表 这些所有的 基本地子提出一问 那么一问里面 分成两段 第一段长行的一论 第二个是重送 先看长行 看经文 本时弥勒菩萨 及八千恒河沙 诸菩萨众 皆作试念 我等从习以来 不见不闻 如是大菩萨摩河沙众 从地涌出 助世尊前 合掌供养 问训如来 使弥勒菩萨摩河 是八千恒河沙 诸菩萨等心之所念 并欲自觉所移 合掌向佛 以计问约 好 我们先看长行方式的一念 那么就在这个 从地涌出的菩萨 在空中献钱 然后用身口意 去供养 释迦摩尼佛以后 这个时候 弥勒菩萨 以及法会当中的 本土的 八千恒河沙的菩萨 心中 共同有两个疑惑 第一个 我等从起以来 不见不稳如是 大菩萨摩沙 我们知道 这些大菩萨 法身菩萨 都不是 释迦摩尼一声教化的 但是他们是 在这个时候 来亲近 释迦摩尼佛 听他说法 来辅助 释迦摩尼佛的 基门德佛的教化 那么这些法身菩萨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可以 千百亿化身的 所以他不是只有 亲近释迦摩尼佛 所以他们经常是 遨游在十方世界 亲近十方诸佛 但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出现 就是说 即便我们这些法身菩萨 长时间的 亲近十方诸佛 但是却从来 没有见过 这些从地永诸菩萨的人 甚至于 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号 不见其人 是不闻其名 这个很特别 第一点 为什么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也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号 第一个 问人 第二个问世 那么这些法身菩萨 从地永书 住在世尊前 对世尊 和掌 供养 问信如来 事已失礼 那是 为何而来 第一个 问人 从何而来 第二个 问世 为何而来 问两件事情 那么 这个时候 当然不是只有 弥勒菩萨 有这样的疑问 乃至于 八千 和和沙 诸菩萨 等心 都有共同的疑问 所以 弥勒菩萨 一方面 自己想要解决 心中的疑惑 一方面 也要解决 大众的疑惑 所以 所以和掌 向佛 来向佛 多请问 那么弥勒菩萨的疑惑 主要两点 第一个 不知其人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法身菩萨 我们是经常 千百亿化身的 亲近十方诸佛 那有太多的 亲近诸佛的经验 那么为什么 从来没有见过 这些菩萨呢 其实啊 从古德解释里面 他们是有见过 但是他们 不知道其人 不闻其名 表示什么 按照菩萨的情况 第一位 不知高位的境界 就你低阶的 你看到高阶的 你不知道 这个菩萨的 本来面目的 就好像 观世音菩萨的视线 观世音菩萨 有好几种视线 其中有个叫 宜兰观音 他就视线做一个 卖鱼的妇女 整天拿一个菜篮子 宜兰子 在市场里面 卖鱼 趁这个机会 来摄受众生 那么你今天 一个生死 凡夫 你看到宜兰观音 你会知道 他是观世音菩萨吗 你当然不知道 所以你整天 跟他买鱼 但是你跟他讲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观世音菩萨 其实你跟观世音菩萨 经常见面 那就是说 这个就表示什么 表示 从地涌出的菩萨的水平 境界 是高过弥勒菩萨 所以他才说 不见不闻 如是大菩萨摩沃 这些法身菩萨的水平 是超过弥勒菩萨的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一个不知其人 第二个不明其事 就是他们为什么 来了以后 释迦摩尼佛 深夜的礼拜 口夜的战战 一夜的归 是以私礼 这是一言何在 不明其事 这提出两个疑问 好 我们看 前面是长行 这一下用寄送的方式 正式请问 那么寄送有两段 先看问来处来源 好 看经文 无量千万亿 大众诸菩萨 西所未曾见 愿两族尊说 是从何所来 以何一元几 这第一段 先提出两个问题 就是说 从地涌出的 这些无量千万亿的 法身大菩萨 这些菩萨 我们虽然这些法身菩萨 我们也是法身菩萨 我们亲近十方诸佛 但是我们 却从没有见过他们 希望佛陀能够为我们 宣说两件事 第一个 从何而来 问这个人 这个人是怎么来的 第二个 问世 他们为何而来 问人跟问世 两件事情 第二个 弥勒菩萨呢 就赞叹 叹德 这些法身菩萨的功德 好 我们看经文 弥勒菩萨当然也是法身菩萨 所以他们的赞叹啊 也是能够让弥勒菩萨赞叹 那当然是不识意间的哈 那弥勒菩萨呢 赞叹这些法身菩萨呢 提出六点的说明 第一个 巨神 看他的身相啊 就不可思议 这种福德庄严 三十二相 八十种 放大光明 身相 是一种福德所庄严 第二个 大神通 这个神通跟你 因地的三昧 禅定 统统你是有关系的 这个人的三魅力 禅定力是高深的 第三个 智慧 颇失意 他们记住广大的 忠道的智慧 第四个 自念坚固 就菩提 严厉不退传 第五个 有大忍入力 这个大忍入力啊 是赞叹他的理官强 一个人内观力越强啊 他对外境的安忍啊 不动的力量越强 第五个 众生所要见 就是这个菩萨 已经长时间的 研修六度 广洁善演 这六种功德 唯从何所来 这六种功德啊 我们特别提到一点 众生所要见 这个 我们知道啊 陈佛 按在谎花经的思想是 两大块 一个是剥裂道 一个是方便道 剥裂道强调万法回归一心 所以我们到的 水洗功德品 你会知道啊 到的水洗功德品啊 佛陀就明确的提醒 你在修剥裂道人啊 你最好是不要去管一些什么布施啊 盖里庙 这些东西啊 其实赶不上你在里面修理官 到方便品 到那个水洗功德品再说 就是 你在一个凡夫会去向剥裂道的时候啊 你的重点在于万恨回归一心 没有什么事情 比开写内心的真读本性更重要 但是到了剥裂道以后 进入方便道 那就不一样了 它的方向完全相反 前面这种内观啊 那么到了方便道以后呢 是怎么回事呢 是一心开出万恨 还是从空出家 那么当然万恨当中的六度 更重要就是广结善缘 众生是这样 众生法界啊 我们一个倒妄想的众生啊 我们根本没有判断 没有判断力说 哪一个菩萨比较好 哪一个 哪一个菩萨的功德比较大 我们没有判断力 我们完全是什么 靠直觉 比方说 你看以我们苏博世界来说吧 苏博世界我们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 特别喜欢地藏王菩萨 那难道你有判断力说 你这个地藏王菩萨 观世音菩萨比其他菩萨的功德大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这两个菩萨 长时间跟苏博世界众生结眼 他们经常视线 各种的卖鱼的卖菜的 做你的弟弟 做你的哥哥 做你的父母 长时间的跟苏博世界众生结眼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莫名的欢喜 你也说不出来 就觉得特别贴切 众生所要见 就是这个菩萨 长时间在众生的世界里面修六度 广结善眼 所以合理的对论 这个菩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法身菩萨 不但是大智慧 大神通 大福德 重点是跟众生结下的广大的善养 所以这些菩萨是不得了的 这个方便到已经长时间的经营 这个众生的法界 那么当然 这个菩萨就值得我们探讨 他是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而来 这是提出这两个问题 好 我们看庚恶的 菩萨的数量 先看第一段 那么在从地永住的菩萨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每一个菩萨 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带有菩萨 这个菩萨加起来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游如河河沙等 这个做一个总说 就是这个菩萨呢 各有各的建属 好 我们看这些建属的数量 看第二段 或游大菩萨将六万河沙 如是诸大众一心求佛道 是诸大师等六万河沙 聚来供养活 及护持世经 将五万红沙 其数过于是 四万及三万 二万至一万 一千一百等 乃至一红沙 半及三四分 亿万分之一 千万纳由他 万亿诸弟子 乃至于半亿 其数复过上 百万至一万 一千及一百 五十与一十 乃至三二一 单及无建属 要于独处者 聚来至佛所 其数转过上 好 这是说明这些 从地有助的菩萨的 所携带着建属的情况 那么 携带菩萨最多的就是用 横河沙来做单位的 所以有些的法生菩萨 他各自带的六万横河沙 这最多了 那么六万横河沙的建属 这些建属都是一心求佛道的 就求大圣法的 那么这些带有六万横河沙的建属 的菩萨有多少呢 有六万横河沙的菩萨 六万横河沙的菩萨 各带着六万横河沙的建属 那么既来供养佛 及父子是金 就是这些菩萨里面建属最多的就是六万横河沙 或者少一点的也有带五万横河沙 那么五万横河沙呢 就是说其数过一次 就是说呢 建属的数量越少 这些领导的菩萨呢 数量就越多 所以领导五万横河沙的数目啊 是远远超过领导六万横河沙的 就是数目越多 数目越少 这个菩萨就越多 领导的菩萨就越多 或者有带四万横河沙 三万两万一万 乃至于一千一百 乃至于亿万分之一横河沙 这就以横河沙做单位的 有这么多 第二个 用纳犹他做单位 纳犹他就是千亿 有千万纳犹他 或者有一般数目的 就是万亿半亿 那当然这些数目 我们说过数目越少 这些领导的菩萨就越多 或者百万一万 乃至于三二一 甚至于有的是单己无建属 要于独处者 有些人是单独一个来 他是没有建属的 那这些人数目就最多了 这些的数目啊 有超过前面的所有有建属的数目 这是说明这个建属的情况 好我们看解释 第三段 如是诸大众 若人行仇术 过于横沙解 由不能尽之 那么如果我们把那些领导的菩萨 跟建属菩萨 总数加起来啊 那你用一般的古代的计算的契机 就是行仇啊 就像筷子一根一根这样数啊 那过于 你用过于横沙解的时间啊 你都算不出来 只数建属太多了 这个菩萨一般来说啊 你到了法身菩萨以后啊 或多或少都有建属 这个建属怎么来的 我们看古德怎么解释啊 我们一般的时候啊 修理观的时候啊 是内观真如 所以他理一切向 就是你今天 十个人修习理观 十个人是相同的 不可能说 你内观真如的时候 跟他内观是不一样 不可能 因为你理向他也理向嘛 那理向的结果 大家回到原始点 大家都相同 但是世修就不一样了 因为 法华经的修学是内观 跟外修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 世修就会用 有自己的愿力 有自己的修学 那么 以同验同行 招感各自的建属 比方说 我们大家听到法华经以后 大家知道 内观真如 外修三秤 那么外修三秤就很多元化了 你喜欢布施的 你喜欢做义工的 你以后成就法生菩萨以后 你招感很多修布施 做义工的 他喜欢放生 没关系 他就招感很多 喜欢世修放生的 跟他在一起 跟他学习 他喜欢持戒 那么他就用这种 这个持戒的同验同行 交反他的建属 所以 虽然大家入礼观的时候 是长童 但是他 一旦入世修的时候 就长别了 长童长别 在这个长别当中 就各有各的跟随了建属 那当然未来成佛以后 他的应身佛 一定跟这些建属有关系的 因地的同院同行 这就是建属的由来 为什么有的建属多 可能这个时代的人 喜欢做义工的多 他的建属就多 这个时代的人 喜欢放生 他这个放生的建属就多 跟他这个菩萨 个人的消息 没有关系的 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个讲到建属 我们看庚山的 问法师是谁 看经文 是诸大威德 精进菩萨众 谁为其说法 教化而成就 从谁出发心 称阳和佛法 受持行随经 修习和佛道 这段经文是整个 从地永出品的真正的目的 就要问说 这些从地永出的这些 大智慧 大神东 大福德 广洁善严的菩萨 到底是谁教化他的 这是重点 重点 就是从地永出的这些 法僧菩萨 他们精进地修学 菩萨道 但是 他们一定有一个阴地吧 他们也是从凡夫修来的 那么他在阴地 是生死凡夫的时候 是谁教化他成就 这种大圣善根的 从大圣善根里面 开始发起菩提心 发到菩提心以后 修学种种的法门 跟经典乃至于种种的 六度功德而增上 我们知道 从地永出品 重点不在于 这些从地永出的菩萨 他是要借 本门地使的功德 来说明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广大 就是 我们在广华经之前 我们只能对佛陀了解 比较完整的 当然大圣经里 有些片段片段的说明 但是对释迦牟尼佛 真正的了解 完整的描述的 就只有阿罕经 我们看阿罕经 怎么描述佛陀 说佛陀一出生的时候 在跟我们凡夫一样 他也有欲望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也享受 他的太子的宫殿的快乐 他也纳期 他也生死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觉悟呢 他到了这个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四个成本的时候 才体验到生老病死的无常 所以他那个时候 才真实的开始修学 修多久 修了十一年 六年苦后 五十五年产定 就是十九岁出家 三十成道 成道以后呢 他说了说法 四十九年 八十岁入涅盘 这个就是我们在阿罕经 对佛陀的真正是 就是这一起 当然 这个 后面会开前显示 这个开期显本 其实这个是佛陀的视线 但是从阿罕经当中 我们只知道基门的佛 我们不知道本门的佛陀 佛陀的本地风光 所以必须要假借这些 法身菩萨的弟子的现前 然后大家产生疑惑 这个大功德的弟子 是谁教化他们的 把佛陀的本门功都给带起来 假借弟子的功德 开显师父的功德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我们看庚寺的 解寝 看经文 这地方弥勒菩萨 他要请教的问题 前面讲很多 把它做一个总结 总结就是 这些法身菩萨 第一个功德太大 第二个来得太突然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时空 这些弟子是过去 本门教化的时空 来到了释迦摩尼佛 这个基门 这一起教化的时空 所以 而且这要是一般的 防复也算的 这些法身菩萨 都是大智慧 大神通 大福德的 而突然间 就在法华会上 佛陀讲完基门以后 突然间 大地震动破裂 从地涌出 第一个功德太大 第二个来得太突然 这是第一个 值得大家一问的 我们看第二段 世尊我昔来 未曾见世事 愿说其所从 佛土之名号 我常有诸佛 未曾见世重 我与此重中 乃部十亿人 忽然从地出 愿说其因缘 那么 明德菩萨就 以他自己做历史 他说 他说我 我怎么说 也是一个等级菩萨 我当然要补这个 释迦牟尼佛 佛位的 所以我经常是 遨游十方世界 亲近十方诸国 但是我却 没有看过 这么多恒乎不散 我连一个人 都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 从什么地方而来 他的国土 乃至于 他的国土名号 而我常游 十方诸国 我却从来 没有见过这些人 乃至于其中一个人 六万恒河沙的菩萨 带着六万恒河沙的剑属 有三十六万恒沙的 这些菩萨 我一个都不认识 而且呢 却是突然从地涌出 所以我们真的想要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 从何而来 为何而来 的确是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呢 第二段请答二诗 第三段大众同情 今此之大会 无量百千亿 是诸菩萨等 皆遇之此事 是诸菩萨众 北墨之因缘 无量和世尊 为怨绝众女 那么不但是 我弥的菩萨 有此的疑问 在整个佛花会上 所有的无量百千亿的 这些本土菩萨 都想知道这件事情 这些法圣菩萨 从何而来 是为何而来 四十菩萨 他们在修行的因地 他们修行的过程 这些本末的因缘 而能够成就 如此无量功德庄严 不是 祭祝无量功德庄严的世尊 为怨领老人家慈悲 为我们决断大众的疑惑 所以 这个就是把前面的 本土的疑惑 迷的菩萨做个总结 我们看下一段 误恶的他土菩萨疑惑 看经文 当时 释迦牟尼分身诸佛 从无量千万亿 他方国土来这 在于八方珠宝树下 狮子坐上 皆家不坐 其佛士者 各个见识菩萨大众 于三千大千世界四方 从地涌出 诸于虚空 各白其佛言 世尊 此处无量无边 阿僧奇 菩萨大众 从何所来 而时 诸佛各报士者 诸善男子 且怠虚语 由菩萨摩克萨 名曰弥勒 释迦牟尼佛之所授祭 赐后作国 以无影私事 国今达之 如等自当 因事得为 那么考华会上 在这一期教化当中 以会的地址 有两种 一个是本土的 比方说 瑟利佛 目见仁尊者 他本来就在 说佛世界成长 蒙释迦牟尼佛教化 而成就阿罗汉 那么有人是 有些菩萨是 从外地修学 但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来亲近释迦牟尼佛的 那也算本土 这就算成本土的菩萨 那么他土的菩萨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要开宝塔的时候 把十方应生佛的 诸佛都请过来 而十方应生佛过来的时候 他各自带着一个 四者菩萨 而这些四者菩萨 就是他方来的菩萨 他们也产生疑惑 我们看经文 而是释迦牟尼佛 所召请过来的 这些分身诸佛 他们是怎么来呢 从无量千万亿 他方国土来 这些国土 我们前面说过 从多宝打平 是从净土来的 那么他们在八方诸宝树下 施子座上 结家福座 那么这些佛的四者 就是所谓的他土菩萨 他们也看到的 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 从三间大界世界的四方 从地涌出 驻于虚空 那么也都是 大智慧 大神通 大福德庄严 所以也就各白 其佛言四寸 此诸无量无边 大神级菩萨道众 从何而来 也产生这个疑惑 而时诸佛各告四者 诸善男子 你们呢 稍等便客 因为 已经有弥勒菩萨 向释迦摩尼佛 请问了 这个弥勒菩萨的结尾是 释迦摩尼佛亲自授记 在娑婆世界 赤当作佛 已经问了这件事情 佛陀也即将回答 所以呢 如等自当 因是德文 这你就不用再问了 弥勒菩萨已经问了 释迦摩尼佛 即将回答 那么到这个地方 等于是本门的续分 结束 后面是本门的 所以在 从地永出品 前半段是属于续分 后半段是本门的正宗分 佛读开始 这个续分的大意是说 诸法应延伸 每一个菩萨成就 都不可能 凭宫生起来 包括从地永出的菩萨 他一定有他的发心 有他修学的过程 一定有他的老师 尤其大圣佛法强调 传承一定有老师 所以 这些法身菩萨 突然间 从地永出的时候 献出大功德的境界 但是 竟然以为的 不管是本土的弥勒菩萨 不管是他土的 这些世责菩萨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们是怎么样来的 是怎么样修学 怎么样成就的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表示什么 这些菩萨的水平境界 比他们高了一个档次 所以 就引起了大众的疑惑 当然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要的 就是大家提出疑问 那么释迦牟尼佛 才好把自己的本地风光 给开显出来 我们看后面的 如来正说段就清楚了 好 我们看正说段 这一下就是本门的正中分了 正中分里面 佛陀在正式开显之前 并没有马上开显 先戒许 先一段的告诫跟鼓励 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 不可思议的释迦牟尼佛本地的功德 圣圣圣圣 所以先鼓励大家 告诫大家 好 我们看经文 好 这是第一段 先做一个告诫 那么就在弥勒菩萨 请问以后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弥勒菩萨 先说 善哉善哉 第一个善哉 善弃佛心 因为佛陀本身 也有意先说 刚好弥勒菩萨请问 所以也合乎佛陀的心意 第二个 下弃起念 那么众生的修学 的确有此需要 我们了解本门的功德 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就是 佛夺之所以成佛 我们一再强调 不是因为他不失成佛 也不是因为 持戒忍辱而成佛 而是因为他成就法神 这个就是关键 就是 十方之夺之所以成佛 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破无名正法神 从此以后 打开了他成佛之路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从理官下手 你做天大的布施 你跟成佛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成就安乐道 可以成就解读道 你可以成就阿罗汉 但是你只要这个法神 这一关本地 本门的功德没有突破 这个门没有打开 那你就跟成佛没有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至关重要 就是 你要成佛 一定要打开这道门 就是本门的法神功德 所以这件事情 说是 善哉善哉 上弃佛心 至下弃勤焉 阿异多 你有甚深的智慧 才能够问如此大事 这个是 十方诸佛 成佛的一个大事因言 就是 十方诸佛 毕竟的一个关卡 就是破无名正法神 就是这个离官的智慧 所以如等 当功一心 批静静凯 发坚故意 就鼓励大家 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安住清静的信心 发起广大的补体验 来听以下的开始 先做一个告诫 看第二段的引许 看经文 如来经济 显发宣示 诸佛智慧 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诸佛狮子奋训之力 诸佛 灰蒙大士之力 那么 如来经济显发 宣示 诸佛智慧 我们说过 佛陀成佛的正因 是忠道的智慧 就是观心 一念心性 其功其脚 其中的智慧 这是一个正义 那么由这种智慧 带动了六度的世修 最后成就佛陀的功德 这以下提出 硬化身的功德 佛陀讲本门之前 先讲基门 三种基门 第一个 过去的基门 什么叫过去的基门呢 是在神通之力 他说 我不是今生才视线 发向神道 我过去无量节来 已经是有无量无数的 承办过去的硬化事迹 而过去是自在神通之力 因为佛陀过去 能够随心自在 变现各种硬化身 第二个 现在的硬化就是 今生在2500年 在印度所出生的八项神道 这个叫做狮子奋性之力 狮子奋性就是 狮子要行动之前 先竖起身毛 做一个准备 表示狮子的速度 很快速 就表示说 只要众生的善根成熟 释迦摩尼佛 一刻都不会停留的 马上现身 众生准备好了 佛陀的硬化身就出现了 这指的是现在的硬化 来看未来的硬化 未来的硬化 诸佛威猛大师之地 那么释迦摩尼佛 在未来当中 也会不断的 一次又一次的 去出现硬化身 只要众生的善根成熟 那么这个威猛 表示佛陀的功德力 是不会停止的 辗转相信 无有穷尽 所以佛陀讲 本门之前 先把三世的基门讲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 不读华华经 我们只看阿安经 就会出现什么事情 就是因果的理论 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从释迦摩尼佛 因地发菩提心 修六度万恨 修了三大阿僧基解 结果在最后一世的时候 作为太子 然后出家成到 转法轮入涅槃 他从他成佛到入涅槃 就花了四十九年的时间 然后呢 然后入灭以后 就永远消失掉 那这样子 如果这件事情 是真实义的话 那变成成佛的因果 因大果小 就是 你修了撒大阿僧基解的因地 你的结果 跟一个大阿僧汉完全一样 就是你 你成佛的时间就四十九年 你的功德最后表现出来 我弟功德就四十九年 然后呢 然后就完全消失掉 就是入了无垠夜班 身心有灭了 所以这个地方明显是方便所 所以佛陀为了迫制 佛陀的因果只有一起因果 而佛陀讲出了三次因果 他说啊 其实我是现成佛 不是现在 我过去有自在神通之力 来视线过去的硬化神 我现在是用狮子奉行之力 精进勇猛 把握当下来视线 我未来也会用 威猛大师之力 不断地视线下去 所以 一起的硬化是方便说 应该说是 三次的硬化 过去现在未来 无穷无尽的 时空无尽的硬化 为什么 那有人就说 那佛陀里的因地 是有限量 因为你的功德是修来的 你说你修三大二征集结 那你三大二征集结 不管怎么长 它还是应用所生法 那么为什么你德国道路时 都是无量呢 你用有量的因地 你怎么就成就 无量的果地呢 大家想想看 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你现在是一个生死凡夫 你什么都没有 结果你发了 你发了不低心 就理官是修 结果呢 成佛了 成佛以后呢 你就永远成佛了 那这样子不合乎 因人所生佛 是吧 你用有量的因地 不管你修了三大二征集结 无量二征集结 你总是有量嘛 你成佛以后 怎么会 敬畏来记得成佛呢 你永远不会回到 凡夫的地位呢 又怎么回事 这跟性纪有关系 所以他为什么 华华经要建立一种 自信记住 就是说 你的成佛 其实这个地方 本来在下一品才说明 我现在提前说 就是说 你的功德不完全是修来的 知道吗 你是透过修德 去开选你的信德 而你的信德 本来就本具的 而这个本具 本来就无穷的功德 就是说 你是一个打工的 你如果今天不修理官 你不回家 你赚的钱 怎么赚都有限 但是问题是 你家有无穷的 增保 所以你一旦回家以后 那你就不是 不完全靠你的造作 的努力而已 而是你有家族的支持 所以 为什么成佛以后 能够过去 现在未来 尽未来即时空无尽的产生 杜泡众生 而没有止境 因为你把你的自信功德力 开显出了 而自信功德力 重点是 它不是修来 它不是因言所生法 这样懂吗 这个地方在下一品的 如来寿作量品 有详细的说明 就是说 因为你有信具的功德 所以 你的成佛 一部分是修来的 就是修的 有一部分是你本具的 你本具的 就是 你的成功 一半是你的努力 一半来自于你家族的 无量财富的支持 是这样子 所以才能够产生 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过去的自在 现在的实负习之力 未来的威猛大师之力 就你成佛以后 你永永远远 不可能再变为凡夫了 因为你的自信功德 被开现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佛陀 把三世的基门 先讲出来 最后再讲到 法山的功德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